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Python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同时邀请您参加我的DISCO的专区 咱们一起讨论技术 分享代码吧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Python中的中高级语法 对 咱们Python入门之后 就要学一学中高级语法 它能提高您的编码的效率 今天咱们就看一看 好 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Python中的中高级语法 让您菜鸟变大佬 虽然说学完今天的知识之后 您可能也变不了大佬 但是起码不再是菜鸟 好 那咱们就开始吧 是这样 我今天这个文档给您分为几个部分 咱们先看一下我文档的左面 大家请看 今天给您分为了 变量复值 变量值交换 展开变量 布尔值比较 难和易子 短路评估 综合运算符 三项运算式 字符串中嵌入变量 循环数组 循环字典 删除数组中的重复的内容 数组的排序 数组内包的写法 以及错误处理 位子的写法 等等这些个知识点 是这样 咱们在学习Python入门的时候 觉得仅仅是一些最基础语法 其实Python中可以更灵活的编码 今天我就把这些小的no-how知识点 介绍给大家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说 大家请看变量复值的部分 是这样 比如说 咱们编码 对吧 咱们要给XYZ三个变量复值 咱们一般不都这么写吗 对吧 在其他语言中 咱们也这么写吗 对吧 写完之后 输出XYZ的内容 对吧 其实大可不必 这么多代码 其实一行就搞定 怎么写 大家请看 咱们可以写 X-Y-Z等于 然后分别附上 它们三个初始值 这样写就可以了 咱们一行代码 就能搞定 好不好 同时 如果您要 想给XYZ 附上同一个初始值的话 大家请看 这么写 更加的简便 X等于Y等于Z 然后等于一个初始值 一行代码 也搞定 好不好 咱们这是一个小知识点 咱们运行一下 看看能不能出来 结果 大家请看 没问题吧 一开始咱们这10 20 30 对吧 然后咱们附上了 100 200 300 输出了 没问题 同时咱们把三个值 都附上1000 也输出 也没问题 您是不是觉得 我这两行代码 更加的简洁方便 而且一读呢 好 咱们再看 再往下走 今天的时间 我也不想做得太长 这个视频 好 咱们再看 变量值交换 比如说 咱们有XY两个值 咱们先把XY的值 交换一下 现在我X等于Y等于100 对吧 变成 X等于100 Y等于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以前我做渣瓦 都怎么做 需要定义一个中间变量 然后保存一下X值 然后把X负上一个新值 然后把Y再负上临时值 对吧 其实在Python中 大可不必 怎么写啊 大家请看 这是一个XY的值 E100 咱们直接反着写就行 X逗号Y等于Y逗号X 就能够交换XY的值 方不方便 太方便了 马上运行啊 大家请看 咱们这两种写法呢 都交换了XY的值 您是不是觉得 我这一行代码就搞定了 很轻松呢 OK 非常的好啊 接下来 接下来也是一个 稍微高级啊 而且呢 也比较常用的 展开变量的写法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我定义一个数组 13579 对吧 定义一个数值型数组 然后呢 我想再定义一个新数组 然后呢 把原数组里面的内容 再加上一个新数组里面的内容 形成一个新的一维数组 对不对 但是咱们如果这样写的话 您认为能达到效果吗 不行 一会咱们会看到 您这样写呢 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 那应该怎么写 大家请看 应该通过一个星号 把咱们原数组的内容展开 打散之后 然后呢 咱们再拼成一个新数组 咱们运行看结果 大家请看 我如果直接写数组的话 它会形成一个 第一个元素是一个数组 然后呢 是两个数值的元素 数组 这个并不是咱们想要的结果 咱们通过一个型 通过一个新号 把咱们原数组打散之后 大家请看 下面这个数组 才是咱们想要的新的一维数组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通过一个新号 把原数组呢 进行打散 这个知识点呢 您要掌握 同时 这个知识点呢 也适用于字典 咱们看一下 这个字典呢 更常用啊 更常用 比如说 咱们定一个字典 Key Value行吗 对吧 Key Name Value J85 对吧 Release 2016年 开发商 Capcom 对吧 如果咱们想给这个字典里面 再加一个元素的话 当然有很多的方法 我给您讲的是 如何咱们展开这个字典 然后追加一个Key的方法 大家请假就这样写 通过新号新号 通过新号新号 我展开原字典的内容 然后呢 在原字典的基础上 咱们再增加一个价格 7999 对吧 咱们大家请看 我通过新号新号 展开了一个字典 把这个字典呢 打散 然后呢 咱们再加上一个新内容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输出 好不好 这个咱们再做一些高级应用 尤其是做一些这个程序的 还这个函数 这个接收参数的时候呢 这种写法呢 非常的多 这种写法呢 也是非常的常用 推荐给大家 好 执行啊 大型出来了吧 在原字典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一个价格属性 好不好 价格key OK 没问题啊 那咱们接着往下推进 布尔值比较 这就简单了 比如说咱们有个数字1 如果咱们想判断是不是为真呢 咱们一般都要写 是不是这个条件等于1 等于1呢 打印OK 否则的话打印no 那换种写法 是这样 如果咱们仅仅是作为布尔值判断的话 咱们不用在这地方写 是否等于1 咱们直接写condition1 就可以了 咱们这个python中会判断 如果你是非0的前提下 它认为就是真 对吧 所以说咱们是1 那么它认为就是真 不用再加上这个等于1的写法 就直接可以输出 OK 好不好 咱们试一下 因为咱们处置值是1 所以说输出两个OK 对吧 如果是0的话 输出也是输出的是两个no 对吧 因为它不是真了 它是false 对吧 那么如果输入-1的话 大家请看 输入-1的话 这个问题就要注意了 为什么 因为它在这个地方 它不等于1 对吧 所以说它会走no的写法 但是咱们如果按照布尔值的写法的话 它是非0 咱们认为它都是真 所以说它会走OK这个写法 这个是简单的一个布尔值的比较写法 这个知识点您要掌握 OK 再往下走 non和ease 是这样 咱们先不讲non和ease 咱们先看两个变量 一个是mytest1 一个是mytest2 我给mytest一定一个字符串 I love you 可以吧 然后我把test1的内容 附给test2 然后咱们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 我分别打印出了 这两个变量的ID 在python中有个内部ID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 它内存的地址 也可以 好 打印 大家请看 这两个ID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咱们test2 咱们赋予了test1的值 所以说它两个值是完全的一样 您认为这两个是一个对象 当然了 您如果改变值的话 它会变成两个对象 好不好 因为它不是按地址传递 它其实也是按值传递 但是在负值的时候 它其实负的是一个变量 这是个小细节 您要注意 OK 好 咱们既然负值字符串可以了 那么大家请看 我如果给这两个变量附上NUN的话 同时我在打印ID会怎样呢 马上试一下 您认为这两个ID会不会一样呢 还是说它不同 为什么 因为毕竟是两个NUN吗 两个变量 那么ID会怎么样 看结果 大家请看 其实是一样的 对吧 它就是NUN所保存的固定的位置 固定的ID 好不好 OK 接下来 大家再往下看 我这个地方定义了两个相同的字符串 都是I LOVE YOU 刚才在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I LOVE YOU 然后给TES2附上了TES1 那么现在不了 我分别给TES1 各定义一个新的串 I LOVE YOU 那么再输出它ID的话 会怎样呢 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变量 所以说ID肯定是不同的 那么大家请看 如果我做一副比较的时候 它会比较两个值 这两个值都是I LOVE YOU 所以说呢 它会认为两个相等 对吧 但是TES1是TES2吗 我用这个E字判断的话 它是TES2吗 它一定不是TES2 所以说呢 走的会是下面的分支 OK 咱们看结果 大家请看 两个ID不同 对吧 因为是两个变量 虽然值一样 但是呢 如果判断两个值 是否相等的话 它会报两个相等 但是呢 这两个变量 是一字的关系吗 当然不是 所以说这地方 显示出来 不是一个变量 没问题吧 这也是个小知识点 OK 再往下走 短路评估 这个也是非常常用 大家请看 比如说 咱们这有一个字典 我要对里面的内容 进行判断 首先 大家请看 我判断 这个字典里面 存不存在 age这个key 或者说age这个属性 如果存在的话 我再判断 这个age是不是小于30 如果年龄小于30 我认为就是年轻有为 可以吧 大家请看 这加了两个判断 是不是很麻烦 但是有很多语言中啊 还就必须要这么写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短路判断 很多语言在写的时候呢 它会同时判断 这两个条件 如果说 这个profile里面 不存在age的话 那么这行就会为空 就会报错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很多语言呢 都要把它分成 分别写成两个yev 但是在咱们python里面 则不会了 咱们大家看 往下看啊 在python里面 咱会判断 如果yev 如果myprofile 这个字典里面 存在age的话 并且它小于等于30 就会执行 那么大家请听好 如果myprofile 是空的话 它会判断 也就是说 如果myprofile 这个字典里面 不存在age的话 它就不会去做 后面的判断了 这就是python中 非常有用的短路判断 它会先判断 前面的条件 如果前面条件 为真的话 它才会继续判断 后面的条件 如果前的条件 为假了 那它就不会再去判断 后面 就非常好 如果别的语言中 它没有短路 它就两个同时判断 后面中 大家请看 age如果不存在 在我myprofile中 后面就会报 控制人错误 对不对 但是如果短路的话 它先判断前面 OK的话 再判断后面的话 咱们的代码 就可以并成一行鞋 非常的简单了 对不对 好运行 年轻有为 没问题吧 两个年轻有为 OK 咱们再往下 组合比较运算符 这个也是比较常用 而且代码 可读性 也会非常好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 咱们有一个 x值等于10 咱们判断 这个x是否在 10到20之间 咱们一般是怎么判断 大家请看 如果x大于等于10 或者小于等于20的情况下 它就会在 10到20之间 对不对 但是咱们python中 有一种非常简单的写法 怎么写 大家请看 x写中间 范围from2 不写两边 它是不是大于等于10 并且小于等于20呢 是的话 就打印输出 一行代码 而且缩短代码就搞定 好 运行一下 出来了吧 两个判断条件都会显示出 x在10到20之间 没有问题 好 咱们再往下 三项运算式 这个也是非常常用 大家请看 我这把公式写出来 咱们要给一个变量负值的时候 咱们会判断 如果条件是真的话 它会负上前面的值 如果条件是假的话 它会负上后面的值 这就叫做三项运算式 咱们试一试 比如说 我这有一个得分的变量 15分 对吧 那么我会判断 如果这个得分超过20分 我认为您是超级球星 如果您不大于20 对吧 您就小于20了 对吧 我认为您是普通球员 然后在这个地方 输出result的信息 大家请看 要写这么多的代码来判断 那么如果运用 今天我给您讲 这个三项运算式的话 咱们请看 result 默认等于超级球星 就是说 如果你的得分 大于等于20的话 我认为你是超级球星 如果不等于的话 它会给result 附上后面这个值 普通球员 好不好 马上运行 因为我是15分 所以说 我打印出来是普通球员 对吧 如果是25分 勒布朗 库里 对吧 25分 哈登 大家请看 就是超级球星 大家请看 我下面这个三项运算式的写法 是不是更加的简便呢 OK 推荐给大家 咱们菜鸟变大佬了 接下来 字符串中 嵌入变量 这个也是非常的常用 咱们试一试 比如说 我这定义了一个数据库名 叫做Postal Grid 没有问题吧 然后我写 我打印到这个屏幕上 我今天学习了Postal Grid 大家请看 两个字符串相加 这种写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OK 但是大家请看 在Python 3.6开始 咱们现在应该用的是3.8最新版本 不管怎么说 Colab带的也是3.6的Python 大家请看 3.6开始 它支持F文字串 那么咱们可以怎么写了 可以这么写 大家请看 我在我字符串之前 加上一个F 然后在我的字符串当中 用一个大括号 扩起来 我一个变量的值 这样也能够输出 我今天学习了 或者说我今天学习Postal Grid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是这样 在这3.6以前 咱们一般都怎么写 都是这样写 我给一个字符串 里面给上一个中国号 一个变量 后面用.format进行显示 对吧 不过今后的Python也支持 可是我推荐大家 用这种写法写 为什么 减少代码量 我再说一遍 减少代码量 我给您介绍SWIFT的语法 不就是支持这种语法吗 它只不过写法 稍微有不同 它是斜线加括号 今天咱们使用是F文字串 意思都是一样 同时大家请看 还支持百分号写法 我今天学习了百分号S 控格百分号控格 然后DB name进行输出 这个写法 也能够达到相同的效果 乍看以为C语言了 是吧 好 执行 Go 不管哪个写法 最后输出的都是 我今天学习了Postal Grid 我推荐大家是用F文字串的写法 减少代码量 好不好 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 其实可能这个您知道的比较常用 循环数组 比如说咱们这有个数组 13579 对吧 咱们怎么循环取到里面的值 并且输出呢 最笨的方法 比如说在渣渣中 都用到 其实都会用到最笨的方法 怎么用 大家请看 直接负一个数组的长度 然后取到每一个下标 然后输出每一个下标的内容 这是最笨的方法 其实有很简单的方法 当然最新的渣渣也支持了 对不对 其实包括Csharp等等 新语言都支持 Full 印的写法 Full Full一个变量 然后印这个数组 循环节 哪怕是字典 也可以 然后取出每一个值输出 对吧 同时咱们输Full印的时候 还支持index 后面只要跟一个每举变数 就可以 这不叫变数 叫每举函数 就可以 它会打印出 每一次循环的下标 以及它的数组的值 好不好 咱们运行一下 没问题 都出来了 完全的可以 而且这地方 大家注意 咱print的时候 可以定义一个结束符 那么它就可以打到一行上 而不用每次都回车了 对不对 OK 咱们再往下走 再往下 倒序循环 咱们刚刚这个数组 是正序循环 对不对 那么能不能把它 颠倒个个 倒序循环 先输出13 再输出8 最后输出1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大家请看 Python中给咱听了 reverse的反转函数 对吧 咱们通过这个函数 把这个数组进行反转 然后输出 同时反转完之后 结果 也可以传给咱们 这个每举型的函数 怎么说 打出下标 对吧 好 运行试一下 没问题 出来了 倒序了吧 先13再8 最后是1 OK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循环子典 这个字不必说 这就是刚刚的子典吗 街霸5 对吧 刚刚子典 咱们循环 for key in 这个子典 然后咱们会得到 每一个key的值 然后咱们根据 每一个key的值 去子典里面 查一下 取到它里面的value 对吧 然后结束符 我用的是个逗号 没有问题 同时大家请看 for in语法 还可以这样循环子典 子典的属性 或者是 主子典的方法 叫做items 它里面给咱们返回 每一个元素的元组 咱们接收到的是key跟value 那么咱们就会 直接输出字典的key跟value 也是没有问题 这联络写法 哪个都可以 我当然推荐大家 使用第二种 对不对 好 执行一下 没有问题 大家请看 不管哪种循环 都能够成功的输出 没有问题 OK 再往下 再往下也比较常用 干什么 过滤速度重复 对吧 删除速度里面 重复的内容 比如说 咱们有两个数组 大家请看 12335 有重复吧 第二个呢 ABCCD 也有重复 怎么办 咱们其实通过这个set函数 就能够过滤掉重复内容 然后咱们再通过list函数 再把它变回数组 这样的话 就等于咱们通过一个小技巧 删除了重复数据的内容 咱们试一下 go 没问题吧 大家请看 变成了1235 ABCD 重复数据被删除了 好不好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数组的排序 这个也是很重要 Python给咱们提供了排序函数 咱们看一下 咱们有个数组 对吧 但是注意看 这个数组呢 是12358 13没有问题 但是第一个数值是21 对吧 它并不是生序降序 那么咱们需要做生序降序的排列 怎么做 使用这个sort函数 同时在后面要传 是否降序排列 好不好 运行一下 非常的简单的 给咱们完成了数组的排序 没有任何的问题 同时这个sortid还支持指定key排序 大家请看 如果我这是一个二维数组 我该怎么排序呢 非常简单 sortid 然后指定二维数组 然后指定我按照哪个键进行排序 这个地方用到了一个lambda式 我指定的是 这每一个数组元素中的 大家请看 下标唯一的这个数值进行排序 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数组是按照这个20 10 30 进行排序 如果这个key longdum式 指定了咱们按照哪个值进行排序 也是非常的方便 马上执行一下 大家请看出来了吧 我按照这个排序的话 变成10 20 30 同时您也可以翻转过来排序 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OK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 字典能不能排序 太能了 比如说咱们有个字典 这字典里面有三个球员 库里 勒布朗 哈登 对吧 他们分别有一个年龄 32岁 36岁 31岁 哎呀 我喜欢的球星都不年轻了 好不好 咱们按照这个年龄 把他们三名球员进行排序 能不能做 非常能 咱们看啊 sorty的传入咱们的字典 然后指定key longdum式 longdum式中的 longdum式中会取到每一行的内容 对吧 咱们按照哪个字段进行排序呢 后面会指定 我按照我这一行内容中的age 进行排序 那么排序完的结果是 哈登最小 库里第二 勒布朗詹姆斯已经叫老瞻了 他岁数最大哦 大家看出来了吧 第一 哈登 第二 库里 第三 勒布朗詹姆斯 对吧 哈登岁数最小 库里第二 詹姆斯第三 哎呀 我喜欢的球星都老了 好 再想一下啊 数组内包的写法 这个也是非常的常用 比如说 咱们要定一个数组 并且给它复值 最笨的方法是做一个循环 然后呢 用apain的方法 帮帮帮 追加值 对吧 非常的麻烦 其实用内包的方法 大家请看 非常常用一行代码就搞定 我要定一个数组 然后呢 敲上中括号 在里面的第一个位置 敲上数组的值 然后呢 for做一个循环 循环什么 循环由0到9 取到每一个循环的i 然后呢 把i呢 做一些简单的变换 形成新的数组的内容 但是我这个数组和 我这两种写法 其实都是一样啊 把这个数拿过来之后 做一个成方 然后呢 存到数字里面去 好不好 咱们看结果 0到9的成方 这个每期视频 我不想太长 咱们赶紧把它讲完 然后代码呢 我会分享出去 好 大家请看 没有问题 都出来了 接下来 咱们往下看 最后一个 错误处理 这也是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 咱们像我啊 可能您可能做文件读写 相对较少 但是文件读写 您学哪种语言 都必须要掌握的 最基本的技巧之一啊 就跟声明变量一样 必须要会 咱们看啊 咱们要做一个文件的读取 比如说我要读取 桑普路 Data下面的这个文件 Jason呢 然后呢 把它存到一个变量中去 因为咱们在读文件的时候 有可能会报错 当然现在因为我有文件 它不会报错 对吧 那么我会硬性在这地方呢 做一个抛例外 如果咱们没有 做其他的判断的话 咱们正规代码怎么写 是这样写啊 大家请看 我open一个文件句柄 然后呢 去读取它 如果有例外的话呢 会抛出来 这个地方呢 做例外处理 然后最后最后 因为我打开了文件句柄 所以说我必须要把它关掉 对吧 这不可少的 但是如果咱们用位子写法的话 就不用去考虑 这些个资源释放的问题 大家请看 这是我绝对推荐 没有1%的推荐 大家请看 还1% 位子 对吧 然后open 打开这个文件 爱子作为一个变量 这个就打开 这个相当于是说文件句柄 打开之后 在位子里面 一定要做个缩近 做文件各种各样的处理 哪怕try开始捕捉错误 什么都可以 处理完之后 咱们不用去硬性的close 位子语法呢 它就保证这个文件句柄呢 会自动的关闭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python中 一些中高级语法的写法 希望对您入门python 并且呢 精通python呢 有所帮助 希望我今天的文档呢 能够让您菜鸟变大佬 这也是我的希望 好不好 然后呢 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discord专页区 有兴趣朋友呢 您就下载一下吧 OK 那由于时间关系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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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